就在中间这,就在空中,在空中,就是如果你真的把嘴张开了,你的发音已经结束了,它不是你舌头的位置了,已经结束了。 这样我们的学生不会懂,不能学会,就是你最简单告诉他,你把舌尖的位置固定好了,然后慢慢停,就是这样。 慢慢地就分不清他们的舌头的部分。 好的,我知道。那我下次如果教出击的话,我也告诉他们是不是。 因为老师,就是以前老师,我们说,G7C支持舌,是吗? 那是没有。 G7C在下面,G7在上面,支持舌尾。 G7C支持舌尾。 本来我们这个G7的区别,它只是在你的一个G7,一个就是你的,我们说波波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波波,就是波,就是你说泼的时候,它那个,你们用一张,对用个手,或者用纸,你能感觉到,就是破,就是破。 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气出去了,对不对? 本来G7也是G7 G7有一点点 G7更大一点 它本来G7的区别在这里 因为它的发音的地方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人 我们自己以前学G7的时候 我们老师也有教的 教波波波波 你能自然就会吗 还不是 你像我刚刚说南方人 他们就不会那个什么 他们那乐部觉得是一样的 有的地方人那乐 他们觉得一样 奶奶他们不是奶奶 对 他们那个风喝 他们觉得风喝是一样的 对 他们觉得风喝 所以他们不是生下来就会 不是的 然后他们觉得什么三和三 他们觉得是一样的呀 四四四 四四四四四四 他们永远都说那个四四四四四 你听全是四四四的东西 所以不是 就是中国小孩 在开始学 就是那个 我们叫学汉语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 波波波波波波波 都要学 老师教的时候 也是告诉我们 你发G77的时候 那个舌头 舌头中间 上去 上去 那我是北方人 可能容易 那如果是 有的南方的地方 有的地方的人呢 是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对 他就不一样 就是他也需要学习这个 舌头上学 不过你们的办法 当然 因为每个国家人不一样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办法更好 就告诉学生 舌尖 就在下面或者上面 那你就告诉学生 就和这个一样 天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老师都知道 用呃 对不对 学生更容易记住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自私 就是在上面 如果把它 就没有固定好 舌尖 自私 就自私 这样 你自私私的话 自私 不是 自私 你记住 两个牙手 上面 下面的牙手 对 舌尖 一点点 出来一点点 自私 一点点 自私 出来一点点 自私 然后下去一点点 就是机器吸 机器 机器吸 哇 这多难啊 哈哈哈 机器吸 你就说 机器吸 舌尖在下面 了吧 对 你们就舌尖在下面吧 只能这样了 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了 对 对 对 然后 我们说说 送气 不送气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活泼 得特 就是 俄语中也有这种 就是跟汉语是一样了 波波 得特 歌科 对 这种 你看 机器 机 就是它的气 会小一点 气 那个气 大一点 对 波波 对 然后你看 其实它这些下面 就是直接 我告诉你们 就是你发呲呲呲的话 舌尖 在哪里 舌尖在哪里 舌尖在哪里 就舌尖 就舌尖平的 然后舌尖呢 在 后面 你看 还有这个 这个话 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你发出些音的时候 你舌尖应该在哪里 舌尖应该在哪里 舌尖和舌尖 舌尖的最后面 对 当然 我说了 我们本来 我们这个就叫 讨论会 对不对 就是 每个老师 有每个老师的方法 对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 OK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教学生 对 当然 来 太刺 来 这个就是你 我刚刚一直在说 你们机器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 那就知识就不看了 容易 对不对 来 看机器 怎么办 你教学生的时候 教学生的时候 他说 教舌面音 就是我们说机器了 你手 就是你用手 给学生比 给学生比 他说是 左手心向下 这样 然后呢 弯曲一点点 右手 像那个 伸直 他说伸直 然后呢 你发机器的时候 右手的指低 就是说右手指的 就放在第二关节 这样 平的 就是这样 平的 就是你发的时候 低 打开 一 一 这样 对 其实他相当于 这个是舌头 右手是舌头 右手是舌头 左手呢 是嘴的上面 嘴的上面 对 嘴的上面 你放在这里 就是我嘛 就是汉语老师 他会用的一个办法 会用的一个办法 就用手来比 如果用手 要这样 然后这样 嘘 对 行 就是你觉得 就是这个手就行 对 但是 因为你老师 可能你想用自己的办法吗 这个 好吧 本来就后面的话 他就是说 用你学过的音 和我们上次学汉字一样 你学过的汉字 叫新的汉字 对不对 词 然后用学过的音 或者你母语中有的音 来 学习汉语中的 一个发音 这种 因为我们今天 好吧 因为我们今天好像时间 时间不是那么多 时间不是那么多了 这个 对 我还发现一个 一个俄罗斯学生的问题 就是汉 他们的嘴永远不是圆的 对 我们去 他们不是去 他们去 就永远就去 就是这种有点像 这种音 他不是去 对 就是我 我们有这个音 对不对 这是我发现的学生的一个问题 感觉到他只是去 很多老师说可以说 所以很多学生也说 什么有意义 语音 就是 不是 他们说的 说成 语 语理 语 语 语 这是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 对 这个俄罗斯人说 你说 你说的不读 你一定要教你的学生 语 所以我学习汉语 语 我还记得语 不知道 还以为是语 语